目前正在莫斯科出席中俄能源谈判的中方副代表 中共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 被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 涉嫌收受巨额汇款、学历造假、为情人谋职等 其中刘铁南涉嫌收受巨额汇款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揭发 因此更受到各界的瞩目 6号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两家微博连续发出三则微博 实名向中纪委举报刘铁南涉嫌学历造假 罗昌平说 刘铁南在日本做经济参赞时经由情人的帮助 获得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的荣誉证书 但并非学位证书 刘曾经请校方在证书上加学位字样 并将可以评价等同改为特殊培养授予学位但被拒 罗昌平举报之二是刘铁南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 刘铁南任处级职位的妻子郭敬华儿子刘德成 在倪日涛的公司持有股份 而且涉及境外收购片贷国内银行 以及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巨额费款 另外 罗昌平举报刘铁南与情人徐某在日本相识 刘曾亲自为徐出函介绍工作 双方因利益关系反目后 女方多次受到死亡威胁 罗昌平在微博发出的贴子都附有相关材料 参见报道连接以及刘徐的合照 三条微博分别引起一百多万网友的关注 数千条转发和评论 当天下午三点之后 中共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说 罗昌平所言纯属污蔑造谣 能源局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 正在报案报警 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并且声称刘铁南已经得知此事 有不少律师在微博回贴关心此事 北京财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鼎7号向新唐人表示 公民实名举报是宪法权利 举报是否属实应当由有权机关来做认定 北京冰点周刊主编原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李大同也指出 中共国家能源局新闻办的做法是护短 罗昌平的举报有根据刘铁南必须提出说明 不过7号一早 网友不一老手发的帖子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帖子说号外国家能源局官方网站已经撤下刘铁南所有的头版图片和活动新闻 事实上财经杂志曾做过一篇名为 中国市收购一名不及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带的报道 当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跟进报道 并引述举报人的网络材料 点出涉案人正是刘铁南 但中共纪检监察部门没有任何反应 网络上的举报材料则一次次被删除 李大同认为 目前中国就缺罗昌平这样的人 大家都应该声援他 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多有 这叫牛蒙嘛 就专盯你 这就是要盯得你浑身不自在 据报道 罗昌平是资深调查记者 曾公布公共情妇李威调查 其中涉及多名中共部级高官 至少涉及一名现任政治局常委 罗昌平在调查记者圈中颇有职业声望 许多法律人媒体人呼吁 对罗的举报中纪委应做严肃独立的调查